大家好,又是我小光 今集就和大家跳出市中心 來到這個西新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看起來平平無忌 但其實內有乾坤 小光在今集會介紹不同的店 特別是一間古著店 和大家購物、尋寶 分分鐘會發現你的心頭好 之後小光就會介紹一間 長期都排長龍的老字號消食店 另外如果你喜歡瘦氣宵 就更加如今集 因為小光會推出一間 很有名的瘦氣宵店 所有店的詳細資料 我都會留在下方的information box 想知道以上的內容 就不要走開 那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正題了 首先介紹交通 其實西新是位於博多的西面 交通很簡單 由博多站出發的話 最方便就是乘地鐵 香港線在西新站下車 一出地面就可以了 整條商店街有1.5公里長 由5條商店街造成 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城市以外 一些日本紋身氣色的話 這裏就適合你了 當中有很多又好吃又抵食的餐廳 日式西式舊式新式的 多星文化氣色的小商店街 這裏就有很多錢 這裏就有很多錢 我們今天就找到一月券 就用這個 價錢就是640億 接著我們就用錢 這張一月券適用的話 其實很好用 如果大家想我介紹 關於福江交通 或者最底的搭車子林的話 介紹可以再出一條專題片 介紹福江的交通資訊 以及一些車票 很厲害 說這麼快 我們就來到西新站 出了站之後 只要轉右 走我們1號出口就可以了 這個西新站1號出口 看到一個很大的地圖 福江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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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後,就來到小金耀食早餐的咖啡 叫做咖啡伊藤 過了馬路後,轉右就到了 這間咖啡主要是吃它的甜品 如果肚子餓的話,可以在這裡吃三文治也不錯 店舖的裝修比較古典風一點 還有一個古典店員伯伯 很久沒吃過飛碟餐了 味道雖然不太特別,不過是吃一種情懷的感覺 主要是想來吃這個 基本上就是格仔餅加雪糕加上柚子 我就想不明白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香 花心味,熱餅加上雪糕的冰冰凍凍口感 很棒 吃完早餐後,終於來到主題商店街了 地下鐵出口一出就看到了 你看,這麼大隻字,沒來看不到吧 在這裡的門口,特別想介紹一間小食給大家 就是它,Ningo Ningo 在日文來說就是蘋果 在這裡賣的是蘋果 加上糖漿和朱古力的小食 而且有很多款口味可以選擇 外表這麼漂亮的蘋果,不吃都可以拿來打卡 買的時候可以選擇圓的蘋果相 或者好像手上的一杯瓷也好 選擇之後只要跟職員說就可以了 不懂日文就指下旁邊的圖 先試一口 先試一口 剛剛我們買了一個人氣No.1 蘋果外面有一層糖衣 先試一口 嗯 蘋果那種爽的口感 我想它有選擇過的 因為它外面的皮 它是有點糖衣 痴痴黏的那種口感 給小朋友吃我覺得不錯 而且它有些白朱古力在臉上 有多種甜味 它其實是生果那種甜 加人造糖那種甜 撞在一起是挺有趣的 但是如果一家人吃的話 就可能會比較好 一個人吃就有點軟 嗯 一定要參考 不說大家不知道 其實在商店街中間這個位置 以前是一些小攤檔的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了 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有呢 感覺上好像沒有那麼熱鬧 這條商店街 話就話長 不過其實小江建議 留三個小時左右在這裡玩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就來到這間老字號 風樂饅頭 話就說是饅頭 但實際上不是我們平常吃的 比較像有餡的車輪餅那種 門口都放在店舖以前的獎牌 獎座 玻璃外場 讓大家看完整個過程 保證衛生 看見這條人龍就知道幾受歡迎 不過店員效率的確高 一般排十分鐘左右就買到 在這裡的饅頭 一個只需要一百一十英 夠划算 買一瓶的話便宜一點 不過一個人應該吃不完 大家看看新鮮出路熱 餡料多到寫出來 如果大家經過 不妨買過來試試 看看吧 之後我們就來到這間古著店 門口已經放了不少特卡衣服 當中還有不少名牌 不過小剛就認為 在日本買這些古著名牌 其實很有尋寶的感覺 不過就要花點時間 像這條Berberry的裙子 不用6000日圓便可以入手 牌上面除了價錢之外 有部份的古著更加會列明保養的級數 大家如果幫忙的話便可以留意一下 小剛呀 不要在門口裡封一下 快點返進去 可以可以 立刻返進去看看 古著店最麻煩的是 生分類 不然客人想找自己想要的東西 都找不到 不過這間店沒有這個問題 不單止是乾淨的 而且會根據牌子 顏色 風格 分門別類放好 客人找得容易 不知道如果有強迫症的人見到這個整齊的衣服會不會有舒服的感覺呢 小公就覺得Blavery的頸巾性價比就最高 好像這條一樣都是4200日元連費稅 即是200多港幣 而且還有這麼多顏色的顏色 話說是二手,但顏件很多都保養得不錯 感覺都很新的 而且日本古著店一向都順遇良好 不用怕被人騙 大家看看,就算有同一顏色也好 其實都有很多見開給大家比較 當然價格上都有分別 不過正正因為這樣 如果在這裡買到心頭號就有多一份成功感 除了頸巾之外 相信大家都會喜歡這些力久不須的乾濕衣服 除了方便穿之外 都很容易可以搭到西裝 或者可以搭到一些韓風、歐美風 你們看看,一點瑕疵都沒有 價錢都是15800日元 當然還有其他顏色可以選擇 好像這件一樣都是8000日元 在這裡的衣服,無論什麼種類都有 好,想找到美貨就要慢慢選擇 平時在福根逛街的時候 其實都有不少古著店 不過每間的風格都有少許分別 不知道大家來到日本旅行 喜不喜歡逛這些古著店呢? 其實現在都很少人背這些腰包 難道又流行多次? 不過幾百日元就有交易 還有一個外賣都不錯 好可怕的 分分鐘可以拍完MV 我知道只聽我介紹 大家一定不夠猴的 快點來福根啦 好可怕 這裡有賣這麼多軍老衣服 是不是很危險呢? 有叢林是這樣吃的嗎? 很壞叢林 不是很喜歡這字嗎? 不是很喜歡這字嗎? 你們什麼叫聲音? 看完衣服之後 我們就來到尾站了 逛街買東西都要照顧一下自己的肚子 今次就介紹了這間 差不多有90年歷史的 西新初起壽喜燒 門口已經有小餐牌給大家看了 除了有壽喜燒之外 還有Shabu Shabu 的火鍋供應 這間店鋪創業於超和9年 即1934年 買了上等美好的和牛 遲至今天 地面1樓仍然是肉的店鋪 而2樓就變成餐廳了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快進去看看 一進門口就已經看到大大的招牌 建議大家預早預約會比較好些 在Google上預約就可以了 不懂日文也不用擔心 整個餐廳都是個室設計 私隱度夠高 不用5分鐘就要帶大家入房 不過就要除了是鞋 房間裏面是這樣的 雖然不算很大 不過兩個影畫都足夠空間 Menu 上面選擇都不多 基本上都是選肉的等級 和選壽喜燒或者Shabu Shabu 不過既然是壽喜燒的名店 就吃壽喜燒 價錢每個人都是3950日圓 少許溫定提示 因為用同一個爐的關係 所以不可以選壽喜燒 又選Shabu Shabu 兩個人要選壽喜燒 否則大家欠來欠去 今次的主角終於到了 等你那麼久 點火 怎麼周星馳是這樣 食物全都離開了 是不是很吸引呢 竟然都很細心 會慢慢介紹一些食法等等 不過如果大家聽不明白 我來點頭就行了 真心希望大家除了看到之外 還可以聞到 那些香味加上蛋黃的黏黏口感 OH MY GOD 除了食肉之外 最重要是有湯底 甜得來又不會太膩 所有食材都吸收了整個湯底之後 無論是豆腐或菜都好 每口咬下去的味道雖然一樣 但有不同口感 很好吃 再分享多一點給大家 壽喜燒早期 其實有另一個名叫座燒 座代叫雪姬 以前一般人是用龍鞠 去煮魚或雞肉 除了年代變化 現在變成煮牛肉 如果對這些都沒有興趣 也不要緊 因為西新還有很多好食物 例如這間漢堡店 雖然地方小小 但非常不好吃 還連續五年入選八大名店 三點之前 學生還可以任吃薯條 簡直是良心小店 又或者想傳統一些 試試刺身壽司 就試試這間店 一個套都是千多日圓 夠了私必值 不過片場關係 小光介紹不到那麼多 有興趣大家快點來吧 今集時間到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條 文風純潑又美食處處的商店街 歡迎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更多你們的看法 下一集 小光就會介紹福江一個 適合一家大小的遊樂場 裏面有超過二十種設施 如果你一家人打算來福江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喜歡這條影片的 歡迎Like、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下方的鈴鐺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你就可以成為下一條影片 最新收看觀眾 我是身在福江不知福的小光 我們下次見 拜拜